國安會前秘書長邱宇仁 日前坦言 台獨並非台灣人民可以自己決定 因為美國根本不贊成台獨 而美國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也表示 美國不支持台獨 而這也是拜登政府官員 首度針對台獨表明立場 來帶您聽一下他的最新說法 在香港的情況下 我們對台灣有所在的利益 我們希望在香港的利益 我們希望在香港的利益 尤其是在香港的領域 尤其是在疫情及疫情及疫情 和疫情及疫情及疫情 他們應該要有一個 role 在香港的利益 他們應該不會被封鎖 在香港的社會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種 但它是一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